黑皮說故事 帶你認識每個酒肉的故事 台北101是全台灣最高樓 也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 是我們每每到台北觀光 與跨年煙火秀釋放的最重要地標之一 不過你可能不知道 遠在300公里外的高雄 也有計畫蓋出103層的破紀錄高樓 高度甚至可能超越台北101 究竟是怎麼回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了解高雄103計畫之前 我們先來快速回顧一下 台灣的摩天大樓發展脈絡 自1970年代 推動十大建設企 加上輕工業原有的資本基礎 台灣龐大的嬰兒潮 與二戰後大量中國移民的人口紅利 成為帶動資本密集工業發展的最好條件 日益狹窄的居住環境 也讓台灣的房屋開始向上發展 1980年代 從聖經中心台北開始 摩天大樓漸漸走進了台灣人民的視野 在1980年代初 新建的第一銀行商業總航大樓 高度突破80公尺 成為台灣第一棟現代摩天大樓 隨即在1982年 完工的台電大樓 更衝破了100公尺 隨後這個紀錄 很快的在1988年 更新為142公尺的國茂大樓 與1991年2月完工 143公尺的敦南摩天大樓 短短三個月後 全台這高樓的寶座 變短暫的翼竹台中 被同年5月完工 高146公尺的龍邦世茂雙子星大樓搶下 然而遠在南方的高雄 這時已經對台北的摩天大樓發展虎視眈眈 高雄港歷經二戰摧殘 國民政府在1950年代完成修復後 在1958年展開擴建作業 並對左營至陵園的廣大土地進行徵收 1975年高雄第二港口啟用 迄今也從此成為台灣第一個外島區 從電章業發展的石化鏈製技術 與輕工野精業展開的鋼鐵工業 也取得了設長的土地與資本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粗原料 隨著深水港的完工 得以進口、設廠、加工 而且中鋼、中油、台船等重工業、軍工業與海軍總部 都在高雄港的周邊發展 來自軍隊、官員、資本的匯集 也使高雄的人口一口氣衝破了百萬 成為台灣第二個直轄市 此時的高雄 不僅有著廣大的都市激化土地 還有來自政府不斷的注資 種種條件綜合下 為後來高雄的摩天大樓發展 點定最好的基礎 在之後的1990年代 高雄與台北就開始了一場精彩的摩天大樓拉鋸戰 1992年4月的最後一天 第一高樓的寶座首次被高雄搶下 為高度169.8公尺的紅總亞太財經廣場 隨後長古世貓落成 當時一口氣蓋221.6公尺 高雄就成了台灣200米樓高的第一城 不過這個第一寶位只做了一年 就在1993年12月 被位在台北車站對面的 星光摩天大樓 以244公尺的高度超越 雖然星光人獸保險摩天大樓 因為戰前的星光三月一炮而紅 再加上成年舉辦摩天登高大賽 從此成為台灣最有名 最具代表性的摩天大樓 不過它實際上 保有台灣最高樓頭銜的時間 依然不長 1997年 高雄東地市85國際廣場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85大樓落成後 成為台灣第一棟超過300公尺的摩天大樓 大樓以374公尺的高度 穩居台灣第一高樓長達7年 直到2004年 台北101重破500米 刷新了營運樓地板、樓頂 與建築結構體的三項世界第一 才讓台灣的摩天大樓生態維持至今 現在就讓我們回到 高雄103計畫背景的1990年代 當時正值高雄房地產 與城市發展的巔峰期 在這個景氣繁榮 瘋狂建摩天大樓的大環境向 想當當的103大樓計畫 也在這段時間被提出 這個103大樓計畫 正式名稱為亞洲企業中心 當時台北101計畫尚未出現 因此被公認為 將在刷新85大樓的紀錄 成為台灣建築的最高樓 而且當時的世界最高樓 為馬來西亞的雙風塔 及美國的希爾斯大樓 因此 亞洲企業中心若是能競速完工 高度將高達431公尺 可登上全球第三高樓的寶座 亞棄中心計畫的位置 就在中山二路與三多四路口 也就是今日的三多商圈一帶 打開街景後 大家有沒有覺得相當熟悉呢 沒錯計畫的所在地 就是今日的大圓百 不知道大家在逛大圓百之時 有沒有曾經因為 背後一直有一塊 超廣大的停車場而疑惑過 這個龐大的停車場 就是未來103大樓的預定地 當時亞棄中心計畫分為三期建設 第一期是樓高17層的大型購物中心 也就是今日的大圓百 第二期則是鼎鼎大飯店 二期的飯店樓層高度有51層 50層、49層、42層四種說法 但可以確定的是 當初規劃第一至17層認為購物中心 第18層以上則會包含350間 商務套房的觀光旅館 計畫作為香格里拉飯店之用 第三期則是重頭戲 地上樓高103層、地下7層 共110層的辦公大樓 雖然亞棄中心計畫 鮮少有台灣人知道 卻早已出現在芬蘭的國小教科書上 亞棄中心在1992年 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取得執照後 卻因為三期的辦公大樓高度 高達431.3公尺 為台灣前所未見 因此公務單位要求進行風洞試驗 與地震飛遷性反應分析 最後持續1994年7月 才正式開工第一期的大圓柏工程 三期建築以分階段的模式辦理 預計在2008年全數完工 在1994年 一期大圓柏建設開工後 1995年5月 漢神百貨開始試營運 搜狗高雄店也在1996年開幕 1997年 85大樓風光落成 作為高雄地標的同時 也成為當時最受矚目的投資案 85大樓原先地樓層規劃為 日本大丸百貨與建台水泥 合開的建台大丸百貨 8到11層則為當時 台灣最大的室內遊樂園 高樓層為商辦與金華酒店 作為代表高雄市的最高地標 當時原本預期會吸引龐大的人潮 然而先是主題樂園的遊客發生意外 2001年日商大丸百貨又宣布撤出 無力獨自經營百貨的建台水泥 在持續的虧損下 也在2002年宣布建台百貨停業 低頭層的上萬坪空間便閒置至今 高雄85大樓的經營慘況 也反映著高雄的城市縮影 一直在這年 高雄港雖然穩居世界貨櫃吞吐量第三大港 達到約700萬TEU的貨櫃進出口量 在全球僅次於香港與新加坡 但實際上泡沫經濟的總統現象高一產生 包括在1994年出版 曾引發社會大量輿論的台灣書籍 1995論8月 中共武力犯台實際大預言 書中預言 中共將會在1995論8月對台動武 內文詳細描述共軍進犯台灣的過程 引起台灣社會的恐慌 還有當時逐漸引爆的網際網路泡沫 也影響到台灣原本日漸膨脹的資金 環保、文資、勞權 各項議題的進一步發酵 在促成環評制度成型的同時 也進一步的提升各種建設的成本 更造成之後官民兩方 執行新計畫的難度都大為提升 隨著李登輝總統1995年提出的兩國論 與1996年首次的總統大選 果真引爆了台海追誕危機 導致台灣社會高層與大量資金出走 與此同時抱有中國夢的各派系台商 也隨著改革開放大取投資中國 台灣湧入中國的資金 成為對岸離境天安門事件引發歐美反制後 中國鄧小平經濟的救命養草 這一切的種種導致台灣史上最嚴重的資金外流 並且直接引爆了台北西區 台中中區的破敗與真空 繁榮了新加坡 也為美澳紐加帶來了繁榮的華僑社會 至於原先在1990年代 由台灣資金投入所支撐的房地產 食業、文化等各種市場 在資金快速出走 缺乏實際支撐後 泡沫經濟可說是在一瞬間 潛入了破滅與失落 1998年起 各城市核心的房地產 開始出現有價無視的現象 最後在2000年房市終於潰堤 引發台灣房地產市場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崩盤現象 在房地產崩盤後 原先得利於大量資金投入 產生的摩天大堂信件潮 也再無資金的支撐 在房地產崩潰後的2001年6月 遠東集團調整了二期建築的規劃 從原本超過42層的飯店 調整為40層 總高度也從210公尺 縮水至178公尺 在完成計畫變更後 2001年10月 大遠百高雄店開業 之後後續的二三期計畫 便全數沒有了下文 亞洲企業中心計畫 就此沉寂了好長一段時間 一直到2008年 馬英九當選總統 高雄捷運通車 2009年 高雄市政府成功舉辦世界運動會 高雄也在切長廷與成局的努力之下 轉型原本的重工業標籤 打造出了愛河的金字招牌 隨後莫拉克颱風引發的八八風災 是馬英九在經濟危機的重建處理中 計畫對中資松綁 並以高雄港作為兩岸交流的重聯港口 這也使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與遠雄集團的董事長赵騰雄 放話投資高雄 但一直未有缺切的投資計畫 直到2011年 高雄市長陳菊 將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 升級為亞洲新灣區計畫 而且當時中央政府也計畫在高雄 推動自由經濟貿易區 環創新軌計畫也逐漸成型 將搭配原本的紅橘線 形成更健全的軌道路網 加上高雄旅館的注客人數 從2019年至2013年快速成長 國際觀光旅館的數量明顯供不應求 在2013年時 圓擺總經理徐旭方先是表示 由於高雄地區有高雄港 未來頗具發展潛力 預估未來10年後商務需求將大增 因此圓擺10年內要投資數百億元 在高雄大圓擺旁興建兩棟大樓 一棟是結合商場與飯店的40層大樓 另一棟商務大樓高103層 將取代台北101成為全台最高大樓 後來董事長徐旭東也公開放話 看好中國購買力持續成長 高雄亞太原百二棋商場 也規劃在2018年加入營運 雖然徐旭東字句中 並未透露103計畫會不會改 但證實了二棋計畫即將死而復生 當時喊出二棋飯店最晚在2014年動工 並於2018年完工 不過到最後卻又再次的沒有了下文 建築執照也準備在2016年到期 在2015年時 遠東集團表示要在觀望市場的發展 又再次申請建造延長 經同意獲准最後延長到2024年7月 之後此案又石城大海 直到現在已經2021年 圓擺旁都還是一大片的停車場 並沒有正式的動工計畫 如果仔細看停車場上面的標示牌 還可以看出當時亞洲企業中心的計畫雛形 目前亞氣中心的建築執照直到2024年 未來預期後就即將作廢 但是這張建造相當寶貴 是在台灣正是實施容積率前所發 所以可以運用很誇張的容積率 蓋出超級高樓 在現在嚴格的容積率規範下 全台灣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一塊土地 能蓋出103層的超級高樓 所以大集團在實施容積率前 升級到了舊建造 在市場上非常有價值 但是這些舊建造 都即將在近幾年過期作廢 如果遠東集團不想浪費 這麼具備價值的建造 就有可能在2024年前 申請併根設計並動圖新建 位在中華與星光路上 樓高68層的遠雄德萬 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塊土地總面積僅有4656平方公尺 根據現在的法規 如果重新送審申請建造 搭配現行法律提供的容積獎勵等 最多只能興建20層左右的高樓 然而這塊土地建造 是在實施容積率前所申請 使用於舊法規 因此換算最高容積率可達2950% 當時建築執照已經準備在2016年過期 因此元雄集團在2013下半年 緊急重啟計畫送審還評 透過舊法規使用的容積率 從現行法規的20樓 大幅抽高到68層的超高摩天大樓 這些舊法規所給予的容積率條件 如果元東集團放棄 未來就不會再出現了 而且時間來到了重返資金熱潮的現在 在疫情時代 台灣作為幸免疫情的產業天堂 加上來自習近平各項政策的收緊 與共同富裕的大動作整頓 對台商帶來前所未有的反台推力 2018年起的美中全面對抗 更讓美日歐韓各路商人紛紛轉向台灣 搶地投資 從而導致今年央行與內政部 必須以面倒的印鈔 應付疫情影響的服務業與匯率 更祭出越來越嚴格的管制 阻止炒地炒房 把資金引導至各項基礎建設 最新消息 內政部已經提出計畫 要日漸收緊 囤地不蓋 與房產快速周轉的金流 這也必然會逼迫擁有間地的地主 在市地與金速開發中做選擇 而且遠東103計劃雖然看似沒有動靜 但是台灣的大環境 已經逐漸給予遠東103 創造開工的可能性 原本台灣在1990年代末期 外擁置中國的資金 大幅膨脹後在2019年起 快速回流台灣 形成比起1990年代 更加嚴重的資金氾濫現象 因此近年來摩天朝 再次興起於台灣各大城市 以高雄來說 就有高達239公尺的富邦奧子迪開發案 與139公尺的高雄CBD 振興建中 還有正在辦理環評 高達146公尺的新邦段119-50地號 與145.3公尺的新復發前金博銷段 等等建案 商場擺貨方面更是百花齊放 未來除了有近期 招商成功的三井Lalaport之外 預計2022年 SKM Outlet 與岡山秀泰商場都將陸續完工 2023年 逸祥天地B館 空中奉承 高雄車站商場 與連上奧子迪停車場等案都將加入 2025年還有高雄金站 與2026年重頭戲的富邦奧子迪案等等 不僅高雄的前景與摩天朝發展看好 遠東持有的舊電罩 又具備相當高的價值 在中國很可能會持續限縮產業的大框架下 未來資金預期仍然會不斷回遊台灣 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遠東集團對於台灣最高樓的名號仍然有所憧憬 也有可能直接刪掉二期的空間 並轉移容積率給三期使用 讓三期從原本431公尺的計畫高度 能衝高到超過台北101509公尺的高度 如果遠東對於超高樓沒有憧憬 但仍然不想浪費就建造了容積價值的話 103大樓即便最後蓋不出來 也很可能在2024年前 透過申請變更設計的方式縮減樓層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這麼龐大的資金回流所帶來的摩天朝 可能因為市場過度樂觀 導致完工後利用率不高 最後變得像中國各大城市的鬼城或爛尾樓一樣 蓋好後沒有人利用 甚至是變成廢墟 我們都知道 摩天大樓一開始之所以出現 是為了解決市中心內土地稀小 而希望在成本有限的情況下 把輪數抽高 藉此發揮最大的土地價值 但後來去年變成各大城市與企業 彰顯自己財力與能見度的工具 各大城無異地花到錢比高現象 也造成了歷史上數次的資金周轉不靈 與金融的風暴 這導致事業各位開始流傳 摩天大樓的落成等同於經濟蕭條 如此這般的假說 雖然身為摩天迷的我 還是會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 遠東103再度的誕生 甚至在高度上可以趕超台北101 但這樣的超級摩天大樓 台灣是否有所需要 我們這樣的地人之國 又是否能承受得起呢 還是值得你、我、大家一同來探討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讓我分享給你收看 所有在高雄的朋友們 讓他們一起來了解 遠東103的建設計畫吧 那之後還有幾集 未來高雄的城市故事 別忘了幫我按下一個訂閱 才不會錯過喔 那也可以去放我的IG 才不會有這些新片資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出貼文 就是 散播 人 送中 散播 門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